这两个人出现了 哎呀 灯到了 灯到了 喝 你喝什么 这个你说到了87啊 总不能不到不行街吧 对吧 虽然说也没啥好拍的 我也不是什么带玩主播 但是要带大家逛一逛嘛 对吧 这个不来说不下 反正所见其所有啊 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大家眼睛 对啊 就是全员的那个借机们啊 大家走开 这个人啊 一年世纪永远那么多 所以每个人啊 是不是都向往这种夜深 可能说句话比较耍心 我已经 不知道呀 看人呢 你怎么走在后面话都不说啊 你还是说句话 不然人家以为我带了个妹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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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巴 魔术那个啊 啊我照照照在宝莱屋那边 我就想去拼牙拼牙不看看 就开了死不行以后啊我就想去看 看他前面 他去拼牙吧 我们应该不做一会就好 我们在对面随便找的对啊 他不难会请 看我们搞可乐还是不难会请啊 谁啊 到哪里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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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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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is Panis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在门口就不行了 Panis过了我们看一下 平安盘 木月光也 也不行 但是比我上次来送干以后 跟过年的时候 还是稍微好一点 这个Panis定格一下 也一批大早 是吧 4分50秒5分钟我们走了一张半路 你先快到头了 这是不是得拍到 对啊 前面就把来木了啊 我们要不等我带小新姐去杀一下狗狗 这是菜圈 我就不给大家解读了 我就一边走一边逛一边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评论区别问我什么价格什么的好不好 这个评论区别问我什么价格什么的好不好 不知道 小方是个正经主播不知道 至适宝欣赏不及 只是存欣赏不及 只视纯欣赏不及 我们过一圈就是 不少一回过一圈 然后给大家看到 看看我们 现在到时候开始 现在我们第二个 五十泰铢的墨镜 我觉得还行十块钱 卖不了是不是买不了商购 好 手举的有点酸 到拍大门口了 就这样 现在的巴迪亚刚说的非常热 我前几天刚洗过衣服吧 这两天我每天换 三件衣服 三件衣服 裤子 这就是我一天换下来的衣服 实在是太热了 就是走出去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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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步路就出汗 我一天要洗五次早换三次衣服 真的受不了了 这个我们拿着衣服去洗 就一天半吧 满满 而且我感觉很重 感觉是汗的重量 不错 不错 就从张叔那里拿着衣服 下面随便拿着 也不大 是不是有点那种style的感觉 要塞热锁 我感觉还没下电梯我就穿 怎么办 待会呢 洗衣服他因为要时间嘛 所以我们把衣服往里面一丢 然后呢去对面的飞机夜市 飞机夜市现在是一点半到两点关门 然后去买杯果汁喝喝 然后再上来剪剪视频 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到了 然后再去换成烘干的 换成烘干的 然后再上来剪视频过会就好了 不然傻乎乎在下面等着没必要 所以这个衣服放那边也没人会拿 对吧 就你如果换了你 你会去拿别人的衣服 再洗的衣服吗 也不会啊 就算被拿走了也没关系 就安静衣服 又不是什么名牌对吧 这要巷子很安静 晚上基本上没什么人 然后这边是可以驻摩托车 这两边驻摩托车的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 巴提亚的话摩托车 基本上在200到250之间 那看你怎么还一天啊 那如果一个月的话就另说了 我是最常驻的人 我觉得根本不用看小胖的视频 对吧 对于游客来说 那就这个价 但是呢我还是不建议 大家租摩托车 那个打摩托车是吧 或者打机车 租摩托车太危险了 这万一抓了还要罚钱 这都是麻烦事 今天熟闷熟路一点啊 我们就把这个白太猪 塞进去 它这是太软了不识别吗 我们换一张纸 我们换一张纸 感觉不识别很尴尬 Excuse me Excuse me this change money is broken maybe no money no no calling 完了 哇死不了 好了前台的硬币都被我换完了 我怕所有的这个库存的硬币都 拿过来了 哎再再走一遍 又穿了 天哪这对胖子太不友好 呀我觉得瘦子来也是一样 而且现在这个天井12点多了 猫一点钟啊 现在就是国家 那个泰国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都已经发布公告了吗 这里地表温度真的50度以上 真的我觉得是我历年来泰国最热的 这季节真的很热 雨季呢还没到 但是又有点那种 黄梅天啊 就是这样这户黄梅天的感觉 这是五珠 我们就买个洗页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五 然后我们按一个五 这里就会跳出来一包 那我们拿上就行了 拿上以后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洗的 我们就把这个洗液也倒进去就行了 我们再来个石泰珠的柔身剂 感觉一下这个柔身剂是 什么样的感觉 能有多柔身 卧槽是给两包的 刚才我已经把一包倒进去了 然后我们找到一台机器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P3模式 60 看到这个箭头朝下的就往这里丢 不要丢错了 你看我手上的汗 60已经对应了就可以start了 然后我们把衣服放进去 对吧我们刚才这个衣服 直接丢进去 就开始关它了 它这个 关的时候要这里加把锁 然后start 然后26分钟以后来拿 26分钟 这个是刚才不知道谁丢了10分钟 待会我还能用呢 拿上我的东西 这个是烘干的钱 待会这里还有50泰珠 因为烘干是要40泰珠 那咱要时间呢 其实它是每头币一个增加多少时间 所以我觉得不用不到那么多 这是多出来的 先走了 又有一身汗 回去 又20个茶 26分钟以后再来拿 直到26分钟到了 我们把衣服丢进去 丢到上面烘干 我们就丢到上面烘干 这7分钟肯定是不够的 按照我们那天的经验 最高温度 15 23分钟肯定是够的 我们就23分钟 然后让它烘干 好 哎呀半个小时又很快的过去了 哦哟 哦果然足够了 这个按照这个程度 我没那天那么烫手 那其实丢20块钱就行了 不用丢40块钱 这个30分钟都多了 它是 啊我看中了 10泰珠 6分钟 所以丢40泰珠是3分钟 反正它就是丢硬币时间 我觉得烘烘了15分钟 30珠足够了 30珠有18分钟 有18分钟过了 足够了 好我们收进去了 10分钟 10分钟 1分钟 9分钟